原标题,印度成功发射一件29星星华射星德里4月1日电,记者胡晓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4月1日成功发射一枚极地卫星运载火箭,将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其中包括一颗军用观测卫星和28颗外国卫星,这枚火箭当天上午从位于印度东南部的斯里赫里哥达岛发地时达万航天中心升空,印度空间研究组织随后发表声明说,火箭成功将军用观测卫星Amistat送入太阳同步轨道,28颗外国卫星也被送入预定轨道。 Amistat是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自行研制的电子情报卫星,用于电磁频谱测量等,重量约436千克。 另外28颗外国卫星来自美国、立陶宛、西班牙和瑞士四个国家,总重量220千克。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希望在声明中说,这项任务很特别,因为印度发射的是一枚四级火箭,并尝试在三个不同的轨道高度完成相应操作。 据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介绍,火箭首先将Amistat送入居地面749公里的轨道,然后火箭第四级两次重启将另28颗外星,送入居地面504公里的轨道。 最终火箭第四级,又两次重启进入居地面485公里的轨道,作为平台开展空间实验。 目前许多火箭都只有三级,也四级的火箭较少,因为多一级通常以为这火箭在组装,发射等方面更复杂。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